做什麼事情超過的 我跟你講 現在當學生太幸福了 怎麼搞的 就是現在呢 因為每一個人自主權 或者是他覺得自己的權益高漲 所以他就會去要求 或去抱怨 結果越來越超過了 就甚至呢 在課堂上會做出一些很 不可思議的事情 譬如說什麼 不要喔 我不是那一種啦 幹嘛摸自己的雙乳 這件事還不錯 太強了 譬如說有一個例子說 內地某大學就爆出說 學生當二奶搞一夜情 將開除學籍 所以可能 為什麼有這個規定 可能這個情形已經蠻氾濫了 太相反了 在這邊都是有一夜情才來的 對 等一下 是不是這樣子呢 我們要問一下可樂 可樂很多情 是不是可樂 當然不是啦 我們來這裡就是因為 就可能 課堂上有一些這樣的情形 所以我們才會來這裡分享 請問在學校哪種同學是你最討厭的 傑弟 我覺得嗆老師 而且我這個例子是非常誇張的 他不是只是跟老師就是對話這樣子嗆而已 他是我們那堂課其實是國際功法 老師期中考的時候為了大家方便 他考英文的名詞 所以大家那一陣子 就像高中生一樣 狂背英文單字 可是有個同學他可能很不爽 他覺得學法律為什麼要背英文 很浪費時間 他居然在期中考當天 科目 國際功法那個時候 他上去把國際功法擦掉 當著老師旁邊的面子 把旁邊直接寫英文兩個字 然後老師說同學你在幹嘛 然後那個同學居然說 反正你本來要考英文不是嗎 然後老師就說你叫什麼名字 然後同學偷也不回就走回教室 座位做好 可是全班200多個人 教授也不知道他名字 然後教授也沒辦法 真的很尷尬的 把英文兩個字擦掉 改成國際功法 然後全班也不知道 哇 蔡大學生這麼嗆啊 對 哇 那你們其他學生有沒有 就是後來就不跟他相處 也沒有 因為其實大家那個時候班上 不太好意思去講什麼 因為其實大家有些人是覺得 英文單字背起來很累 可是他這樣子 倩老師的行為 讓其實同學覺得 你怎麼可以這樣 很不尊重老師 不尊重這個課堂 他會不會本來就是要去上英文課 然後被人聽到 走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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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要加英文嗎 這麼有主見 對 她太有主見了 好 霍爾 沒有 因為我跟杰莉也是類似的 可是那個時候就是 你是有被種草莓嗎 沒有聽過 我沒幫你 他一來兩邊就都是草莓 兩邊都是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是兩個女生 如果家環境比較不好 我家環境真的比較不好 然後就是跳蟲比較多 你一定要你的臉整個 我住大湖那邊就對了 看MOMO那邊 以後一夜行問貨物就好了 超明顯 再轉過去一下 再轉過去一下 來看一下 唉唷 唉唷 小姐 你跳蟲咬的 跳蟲咬的 好嗎 家環不好 所以找兩個女生去取暖 是不是 沒有暖氣 然後這邊跳蟲咬的 跳蟲 還貼他你OK 幫我 然後他貼兩個OK 幫他問說 小新娜怎麼樣比較會看不出來 我說 你叫我圈衣排 看起來像戴天豬 你嘴巴很痠耶 吸一條項鍊 奇怪了 好 MOMO 我覺得是廖北亞超討厭的 像有時候 幹嘛 廖北亞 廖北亞 沒有 是真的 就是之前 我不是就是 在上課的時候 就是把傳一個訊息 我真的已經放在很下面 超DM 然後他就說 老師 他在傳訊息 超討厭的 對啊 我們就很玩笑 這是小學生的手力卡嗎 是真的 那個女生 好像有點問題 就是他比較就是很 沒有 他是很 他到底北亞就說他有問題 不是 他是真的就是 很愛 就是一直念書那種 很刺斃的那種人 抱歉 我們這16位的取樣 其實自己都還沒有檢討自己 也對 真的 沒關係 廖北亞沒來 但是廖老師來啦 是 有廖老師 今天我們請來兩位代表 一個是家長代表 一個是學校的代表 第一位就是 身兼學校與家長代表 廖惠英老師 廖老師 歡迎 大家好 大家好 廖惠英老師好 學生好 請問一下剪了新法型的廖老師 就是說最近那個 妳自己有在大學教課嘛 妳覺得現在學生跟以前的 有不一樣嗎 現在學生就是一開始 我剛開始上課的時候 他們那個會帶早餐進來 因為是早上10點的課 然後我也很公然的放在那邊 然後不時的 妳自己也 他們 他們 然後呢 當然是我覺得去講那個是沒什麼意思 那是妳們要自律的問題 所以我就沒有講 可是後來不知道誰發起什麼事情 結果發現他們說 然後他們就 好像傳話過來的時候 看那個簡訊之後 他們就把那個都收起來 就把那個放到下面去 我覺得是有同學在管理他們 他們覺得不應該這樣子 他們覺得不應該這樣子 要不要 不是那個料杯啊 是跟他們講說 請你們不要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風紀鼓掌 對 所以老師妳的意思是 現在的學生在課堂上吃早餐 是很光明正大的 很光明正大的 然後手機 值其筆弱是很光明正大的 可是他手機想我就不太高興 因為我在講課 所以手機想的時候我就不講話 我說那妳們要講妳們就講嘛 所以後來每一個都沒有了 太過分了 妳知道他們去EC5都還不敢吃東西 對 因為妳說手會不爽 聽歌說那妳吃完 那妳講完 妳講完嘛 我再唱 連去PUB都不敢耶 對 所以後來他們有注意到說 我非常討厭他們手機想 我後來有跟他們講 我的手機是關掉的 你們覺得你們不需要跟我一樣 以德服重啦 厲害了 同學還是不錯 接下來第二位呢 是我們學校代表 曲家瑞所長 歡迎他 哈囉 來 所長好 好 所長今天是那個 王菲復出演唱會的裝扮嗎 對 好空靈的感覺喔 頭沒遮住而已 對 厲害 紅豆來一下 就是有一種來一下紅豆嗎 老師就是說 曲所長就是說 以妳自己在國外求學的經驗 妳覺得說 國外同學突充行為嚴重嗎 不會啊 反正是老師比較嚴重 因為我在美國上大學的時候 但是我是藝術學校 我要講一下 我們老師上課的時候會說 欸 我跟大家講 我上課的時候很習慣 當我在講藝術的時候 我很習慣抽雪茄 所以會帶我的雪茄煙來 那如果你們要抽煙也不介意 哇喔 這麼好喔 所以隔夜禮拜全部人都在那邊 跟老師講 然後老師隔夜禮拜說 但是我抽雪茄的時候這樣會很乾 所以我習慣喝一點紅酒 會帶我自己的酒杯給我的酒 那你們如果要帶啤酒的話 你們要帶啤酒也可以 就隔夜禮拜天看同學都買那個6 pack 所以在那邊喝 你知道 只是我不能喝而已 但是究竟這個 在課堂上面有哪一些怪異的現象咧 我們從這個奇謀的話題調查裡面 有查出了這個十大怪現象 來 我們來看看 好 譬如說從第十名開始有上網啦 下棋 睡覺 吃泡麵 化妝 講手機 吃毛衣 還有主播型 公務員喔 染頭髮 最厲害的是吃火鍋 天啊 染頭髮 怎麼要吃火鍋啊 好 馬上就先來看看這個飲食類 譬如說有第一名的吃火鍋 還有第七名的吃泡麵嘛 好 這個要控訴深受其害的就是Benny啦 好 Benny 我今天要來客訴就是吃飯類的 我覺得吃泡麵還好 因為泡麵就是 學校餐廳沒有很好吃的時候就吃泡麵 可是我真的要客訴一個就是吃火鍋 吃火鍋真的很誇張 對啊 他們都會自備一個瓦斯爐就算了 真的 真的真的 然後下課就坐在最後面 下課就開始預熱 然後預熱到開始上課的時候就開始煮 就開始下料 下料 就開始下料 大概有多少人圍爐啊 超過七八個然後一群 然後重點就超香 然後泡菜冬粉鍋 那冬粉在下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很餓 而且他們那個還有肉片 然後都新鮮的 然後那種現蒜還有蛋 可是老師在上面上課 老師沒感覺嗎 那是像那種很大的同事客 然後他們就做最後面 味道還是會穿過來 對 很香 然後老師就只會說那個上課 盡量不要帶味道太重的食物 然後因為我都比較晚到 所以老師是容忍 比如說就是不要泡菜鍋就好了 不會 老師沒看到我鞋道做 如果我鞋鍋的話就OK 老師看不到 因為那個很大一般 然後我就比較晚 大概多大 比如說有一百多人 對 差不多就是一百多 差不多一百多 然後是後面那邊那種 然後可是還是很香 因為老師都會講 然後吃就算囉 他們到最後吃完的時候 他們會擠 不… 他們會吃那個什麼 麻糬燒耶 蛤 你幹嘛那麼可以麻糬 好講究喔 等於是在外面吃全套耶 這是火鍋王子 沒有 我比較慈情的 馬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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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很有主意 怎麼可能 這什麼可能 我沒有帶瓦斯爐啦 因為我是帶電磁爐啦 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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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差 快點 他們說我跟我朋友講好說 我帶爐 我帶電磁爐 我背來 你們帶一些料什麼的 然後我們在樓下煮一煮 我們中午就吃火鍋 就中午就來不及 然後我們就下午第一堂課 也是很大的教室 然後我就先預熱 然後雞湯塊先把它放下去 然後料就下去 然後肉片就真的就是在 我們就到我們那個 因為我們教室有人在上課 我就說那個切肉雞借我用一下 還在切肉雞 哇 好新鮮喔 然後因為老師真的有發現就說 後面你們到底在幹嘛 因為我們就在那邊稀疏 他說你們上課不要吃東西 我說喔好 那我就真的就後來裝了 我就拿了一個大碗 我們裝了一碗給老師 我裝賄賂又是賄賂 對 然後我裝了一碗給老師 老師就說你煮的還蠻好吃的 那到底是什麼課啊 那時候是行銷管理吧 就很多了 同事課 是餐飲無關的 對 然後我就因為 我們前面的食堂 好像食堂是上餐飲的東西 然後我就真的欸 吃個火鍋這樣 天氣冷嘛 我是覺得說吃東西 只要不要有味道 其實有些貝果或麵包沒有味道 你這樣做的哪一塊吃都可以 我放的是雞湯塊而已 可是我聞過最臭的是那個 九菜水 天啊 你知道那個味道 就上課上15分20分 那個味道傳過來的時候 真的像 褐色還是大麵的味道很臭 你知道嗎 這真的不可以啊 然後你會講話嗎 會 你就請他拿出去 那Benny你怎麼辦 我 你是加入圍爐還是 我一直看著他們 看他們會不會就是 分一點 對 發現我在很餓 結果也沒有 他們就是 就吸那冬粉 爆菜冬粉 可是我想問同學 都沒有人覺得上課 吃東西是不對的嗎 你們現在都OK是不是夏天 夏天現在坐可樂旁邊 已經要公開了吧 小落去 你看 不是 我們學校也有這樣 而且他們就是在教室煮 然後沒肉還打電話 跟外面的人說 欸 沒肉啦 快點啦 就叫外面的人買肉 我覺得這個要讓同學感受一下 如果今天我就教授就說 那你來上課 我在下面吃東西 看你的感覺是什麼 對啊 是不是 馬太 有沒有覺得自己太過分了 我有 我真的 老耶 老師 那你還笑 老師 因為你已經煮過東西 我今天這邊用這個 兩位學生 學校代表想要處罰你一下 對 有請